她说不要违背妻子的请求 就挺突然的 更新了回家会谈 她说想办法拒绝妻子 但是又不能违背妻子的要求 规则三 家里没有猪心脏 怎么才会家 把地扫了 翻一会儿就好 要想办法拒绝她 但是又不能违背她的要求 那只能把扫把给妈妈 妈 我今天工作太累了 你扫吧 哎呀 大翔 去窗户看看 你爸回来没 桌子上有个手机 打个电话问一下 你就知道了吗 这有人在咬别人脖子 我看会热闹 一会儿回家 老爸还在外面开着忙呢 吃饭了 做了你最爱吃的猪心 家里根本没有猪心 你这是哪里得来的 点一下垃圾桶的泡面 我太饿了 刚把泡面吃了 那好吧 不早了 该睡觉了 那就回房间睡觉吧 先看一下垃圾桶的纸条 她说如果床下有声音 及时查看 规则六 就像导师 救护 电话